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,我是主持人子萱 那最后呢,我们再来关注一下San Bernardino县逐步重开公园休闲区的新闻 在关闭设施以减缓新冠病毒传播一个多月以后 San Bernardino县逐步取消了一些限制 重新开放县级公园、湖泊、河流、休闲区和停车场 San Bernardino县私人或者城市拥有公园、步道、湖泊和高尔夫球场 在有限制情况下逐步开放 县官员强调,游客外出时仍然要遮住口鼻 并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,以帮助控制病毒传播 该县督察委员会主席哈格曼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他相信居民能够遵守安全疏导准则 一旦遭到滥用,这些户外设施只能再度关闭 民众被允许可以进行划船、骑自行车、远足、打网球和骑马等户外活动 但是团体运动、露营和户外聚会仍然被禁止 县官员指出,允许居住在同一个地址的家庭成员聚会 但是两个家庭则不被允许 官员还警告说,县内许多设施正在逐步的恢复运营 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 而重新开放的县级公园内洗手间、操场和野餐棚等仍然禁止进入